今天公益电视台很荣幸邀请李逸斌博士接受访问 李博士可以简单的介绍自己吗 我叫李逸斌来自福建金江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东都日本 八十年代后我就在日本创建了阳光集团 我们阳光主要是以食品 贸易 物流 经营店 家民店 媒体 电信 娱乐的活动行业一取的 到基金在日本 在立华人家与户晓 只要听到阳光 阳光城 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说是物产店 在日本还是算做得最好 李博士上周你被翻试了一个荣誉博士的学位 你的心情如何呢 上周翻试这个荣誉博士给我 我真的是很开心 也很感谢美国国际美洲大学 跟庭委对我的论可 我觉得以为这个农业博士呢 我也会更好的 更努力的 为在香港 为爱国爱港 做点活动 那你可以跟我们谈谈你在教育还有慈善事业 做了些什么事情啊 这个 所以我老家也是福建人 这方面我们是很烈情的 只要有那个能力 因为我在日本到来香港 我就在我们家乡那边赞助了很多很多的学生 这个前面已经几十个都算不了了 就是这些家庭比较困难了 读书了 然后这个在香港呢 我是 因为我07年在日本东京呢 我们组建一个东京中华街 那时候我就觉得到这个社团的有一个影距离很强 所以13年呢 我回流香港后呢 我就一起参与这个社团活动 就目前应该我的社团活动是比较多的 每个地方那个叫我出钱出力 出什么奇善的 包括这个敬老宴啊 什么奇善会啊 一般我们又接到电话我们都会赞助 李博士你一直了 不为余力了 就是做那么多慈善的活动了 是什么原因推动你这样做呢 这点其实也很简单了 我是六十年代出生了 因为出生的条件不好 其实本来也是一个穷小孩出生了 还有加上我八十年代就去了利本 所以说在日本呢 就特别爱国 因为说一开到日本也是会被日本人歧视的 所以我们什么苦都会做 当然我们现在有点成功 但回来也是想回顾一下社会 在那么多年的服务当中 有什么事情是你最难忘啊 最难忘的 要讲最难忘真的是我们 在日本那个文川大地震的时候 我们是做了最多的活动 就包括那时候日本人来救护队 来文川帮忙的时候 我们组建了很多很多人 就是每天到日本的街道上去捡垃圾 就是说配合日本的一些 就是说用我们的华人一个 来表现给他一个回报给他们 对 感谢他们 那今天感谢李博士接受我们的访问 因为你在这那么多年 为中国大陆香港做出很多的贡献 希望你日后能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谢谢你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呼 dije uf吓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